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酒鲜小姐姐 我又来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是喝威士忌和不喝威士忌的人 一定会想了解的麦卡伦 之所以今天想要聊麦卡伦 是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不管是喝威士忌的 或者不喝威士忌的 都知道麦卡伦这个品牌 麦卡伦可以说是威士忌圈的 劳斯莱斯 但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我就想申搬一下麦卡伦 做一个土豪 在威士忌圈到底是有多厉害 你知不知道麦卡伦在2018年 花了1.4亿的欧元 去建了它的新的酒肠 大家有空可以翻看一下图 这酒肠妥妥的 就是一个现代博物馆的造型 而且它周围的绿化 简直是美呆了 去过苏格兰的朋友都知道 像拉福格 乐加维林 这些其实满大牌的酒厂 你仔细一看它的那些建筑 都是非常古老的 可能麦卡伦是在苏格兰 数一数二最漂亮的这么一个厂房了 我觉得它都不能算厂房 它可以算作一个大型博物馆 麦卡伦酒厂坐落在福康 靠近Kryolaki的Spey的小山丘上 自从18世纪末开始就开始酿到威士忌了 在1961年的时候 麦卡伦购买了170万平方米的土地 至此麦卡伦一直生产调和麦芽的威士忌 为那些调和威士忌供应原酒 同时不断积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原酒库存 1968年的时候 为了继续扩建和补充原酒的储备 麦卡伦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开募股 1980年的时候 麦卡伦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麦卡伦 而且它的重点也开始酿造了单一麦芽威士忌 你这么一看麦卡伦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积累着巨大的财富 其实它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它硕大的产量 那我们就看看 身为苏格兰斯贝塞的数一数二的品牌 它的产量到底是有多牛 麦卡伦一共有36个蒸馏器 每年的生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升 它的产量可以位居整个苏格兰的第三大生产能 但是你们知道吗 那排名第一第二的Glanleve和Glanfitek 它们产的酒很多都是比较平易近人的 也就是说价钱比较低的 可是回顾麦卡伦所有生产的酒 我们就看麦卡伦12年的Sherry和Double 它每一瓶酒至少要卖到八九十美金 你这么算下来这个数字1500万升 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 那我们就看看麦卡伦 为什么一平普普通通的12年都可以卖到这么贵 总结来说 其实这完全离不开麦卡伦的营销手段 也就是它的市场做的真是很好 它不断的在出一些限量版 在出一些特别版 比如说限量版之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彩虹系列 那它出了六个年份 每个年份你听它说是限量版 但是其实它的那一个限量版 可以出到几万平甚至十几万平 这个其实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这里面最厉害的还要说是一个1926年的珍藏版 麦卡伦的1926年的这个系列 也最后一次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拍卖了一个 190万英镑的价钱 这一个天价 说到这个1926呢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小红书 关注一下麦卡伦 最近麦卡伦他又出了一个新招 他居然拍了一个八分钟的短片 那这个短片呢 是围绕着他酒厂的一个真实的女性的故事 去改编的 这个女士呢 叫做珍妮哈宾森 她是由麦卡伦酒厂曾经工作过的这么一个女士 而且当时因为他就才出的这个 我们大名鼎鼎的1926年的系列 这个短片呢 其实更多的是去描写一个女性 丧富之后 独自撑起了一家酒厂 而凭着他自己的信念和努力 去让麦卡伦发扬光大 成为现在的麦卡伦的 那我当时看完这个短片的感受是 其实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我觉得不论做什么事情 一个信念可能是最重要的 而远远比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更重要一些 那我今天该说的关于麦卡伦的一切 我已经跟大家去分享完了 总结一下我今天聊的东西 就是麦卡伦其实为什么这么有名 也无非就是因为他的营销做的是真好 无论是他各种系列 还是他1926年 这个在拍卖会上拍出的天价 以及他做的这些短片也好 做的广告也好 对大家的认知度 那麦卡伦的口味呢 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就是那种喝酒的不喝酒的 都可以接受的那么一个口味 然而他就是贵 那慢慢的我周围的朋友 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大家看我视频也知道 我们每次做盲品都是在踩麦卡伦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踩他 可能就是因为做一个价钱和一个商品 如果你的价钱远远高于商品本身 带给你的口感的话 无论你的营销做的再扭 可能慢慢喜欢这个品牌的人 就会越变越少 我相信大家为什么出天价 把麦卡伦1926推上神坛 也是因为在1926的时候 有他们的坚持 他们把酒做到了极致 那2023年刚开年 我也希望麦卡伦可以像他短片中一样 坚持着他自己的信念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酒上 而不是营销上 可以给我们这些威士忌的爱好者 创造更多的更好喝的麦卡伦 好了 麦卡伦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跟大家聊的品牌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